hello 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个六娃娃的大开心 然后先说一下这个帽子 是我在韩国代购买的 是那种东大门那种款式 因为我觉得挺好看的 虽然比我预想的要大一点 但是还蛮有造型的 就很适合下天那种西部的感觉 然后接着还有一个小的那种伸织的帽子 这个材质也是比较就是薄一点 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应该还能戴 这种感觉还蛮可爱的 还蛮有那种嬉皮式的感觉 然后配我今天这个大大的象区二环吗 质感的话我觉得也还不错 接着买了一件SALA的爆纹脸 我觉得这件其实确实的话 对SALA的水晶真的还不错 因为穿在上面其实挺舒服的 然后这个衣服 唯一的话就是它的胸口这里 其实还蛮大的 穿在身上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 接着是这个Cargo pants 就是我今年特别想要摸有的一个就是单品 然后我之前试了一件Arcade 但不是特别满意 这件的话我觉得就是还蛮酷的 好像这个水晶的颜色 非常有那种春夏天的感觉 质感也蛮不错的 这个粉色很可爱 然后这个是来自我新尝试的一个品牌 它这款的面料还蛮厚的 然后里面是有这个防走光的这个裤子 这一条牛带短裙的size 给我刚刚好 然后它的长度也不会就是太短 我觉得不容易走光 我觉得还蛮实用的 然后接着是一件白色的这种基础款的 像是就是肌肉T 这款的话其实前几年就还蛮流行的 但是我自己就是没有穿的 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这件T恤 它的这有一个肩线这一块 我觉得处理的不是很好 就有一点点僵硬 从次来看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整 所以这条的话我应该是不会留下来的 我还买了一件这种比较日常 然后比较百搭的这种半身的牛仔裙 这条牛仔裙完全不行 因为它这款给我超级超级针 所以应该是买小了 可能考虑会买一个L嘛 然后接着是我在Apple他们在买衣裤子 他们家裤子我觉得版型还不错 我觉得我之前买过还蛮多条 都没怎么踩过雷 我现在没有穿鞋子哈 所以就是一个平底的这么一个状态 它这条就是非常非常宽 就是这里的这个效果 我觉得它是做出来了 就是那种特别随意 然后很慵懒的那种伟大 但是那种酷酷的感觉 给大家搭一个高一点的鞋子 看一下它那个上山效果 还不错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这条应该会考虑留下来 我觉得这条就蛮是我自己的风格 我觉得是TOLOR系的这个套装 他们家今年的这个系列 就非常有那种南洋的气质 真的很适合度假的时候去穿 就是这里有点挺有点大 就是这里有点挺有点大 现在还买了一个卡奇绿色的一个帽 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春夏天就是还蛮好搭配的那种 所以头发有点长了 这款颜色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它的帽颜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是太扁了 我自己会比较喜欢这种帽颜 是这种比较尖一点的那种感觉 会显得脸型更修长一点 最后还有一个收到的包裹是这个 也是我期待了很久的这个手机壳 然后是我很喜欢的这种牛仔元素 然后上面还有这个小可爱 一个就是比较偏冷色调的颜色 质感也非常好 这是我第三次在他们家买的就是手机壳了 他们家的就是那个材质用的比较好 所以就比较耐用 OK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 希望大家看的开心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